大家好 歡迎收看引火部落 我今天要介紹跟比較是露營的收納箱 第一個我們來介紹的是 我第一個買的RV桶 這桶子便宜 然後呢 可以載重 它可以當椅子 可以當一個有點小的桌子 但這個不是很平 它有些凹魂在 然後呢 缺點就是呢 醜 只能說台灣這個廠商的配色 你看大綠大紅大黃 實在就是醜 所以目前我沒有在使用了 我拿來裝那個洗車工具 所以優點呢 耐重 可以當椅子 然後呢 底下是完全防水 它是密封的 缺點就是醜 不可以折疊 然後有點小 後來我朋友呢 送我一個軍品 這是一個軍中的飛彈箱 鐵的 鋼的 我後來呢 把它給重新做 除鏽 烤漆 裡面加了隔層 防撞墊 變成一個收納箱 但是我後來其實很少用 我裡面放了一些DIY燈 錘子 但其實後來也沒在用 因為它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但缺點就是呢 很重 非常重 空重 空重應該就七八公斤了 可以當椅子坐 但是這個高度呢 太矮 不太舒服 當桌子也太矮 只能說 很可惜啊 這個箱子很漂亮 但是如果它的那個 高度比例快一點的話呢 就好很多 再來是以很多人買了Costco的收納箱 那我另外定製的桌板 然後它好處也是便宜 可以收納 然後可以當桌子 缺點就是它混當椅子 然後它不能防水 它當椅子依照我的體重呢 大概90公斤 我之前做過 很勉強 我不太敢用力做 用這件做的時候 感覺它的塑料有點 會變形的 所以我大部分是 帶兩個 一個全滿的呢 裝那個 廚具 所有廚具 鍋碗、瓢盆這些的 然後再空一個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再一定的併起來 當桌子用 這我用一段時間了 現在介紹的是這一個 這是一個韓國製 叫Camping Bar 它也是一個收納箱 但它的厚度比較厚 強度比較強 在韓國製 它主要卡榫這邊 都有螺絲做結構 然後它固定卡過比較多 這種我這樣子 我提供大概90 它都很穩固 然後上面是三木桌板 它這邊都有補強 增加強度 它的容量呢 我給你看一下 它是兩塊桌板 拆開之後呢 這是我裡面放的全部的東西 可以看到 我幾乎把所有的廚具 和瓦斯全部都塞進去了 所以呢 這樣出去用呢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桌板是分兩片 分一片的話很麻煩 如果今天可能自己有放東西了 你要拿東西 你要整片拿起來 拿東西再分兩片 如果這邊再放東西 你要拿可以拿一片起來 東西 可以拿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來 我最記得搭配的是兩座桌子 兩個收納箱 一個呢可以當椅子 然後放雜物 一個呢放滿餐廚具用 那我建議收納箱不要買太多 因為車上不好放 特別是那個 車上這種方形的空間 大家只有最底下 能夠放一兩個 就是極限 放上面的會滑動 不穩定 不太方便 因為這裡車很多是 不是正方形的 那我穿上去一定就是 空用收納箱 倒雲地把它攤開來 然後可以放雜物 什麼叫雜物呢 吃到一半的餅乾啊 小孩子寫完的作業啊 書包啊 離世脫下的外套啊 一些很雜亂的東西 都給它藏在裡面 然後實際做使用 它桌面空間有多大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擺下一個登山爐 一個燒水壺 一個杯子 我們再放一個 尖盤 我們再把一罐水拿出來 水壺 水罐 杯子 那這邊可以來做烹煮 這樣就有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小的空間 然後用完之後呢 可以很快速再把它刷進去 用完之後呢 可以暫時把它刷到裡面去 這樣桌面空間就空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收納箱的細節 是它正面 最大面這邊有 1 2 3 4 5 6 7 8 只有8個卡榫 然後呢 底下這邊呢 有1 2 3 4 個卡榫 這邊呢 主結構這裡 這邊是用 金屬螺絲固定 兩側呢 這邊有1 2 3 4 4 個卡榫 然後呢 它塑膠結構的厚度呢 上面這邊厚大概是厚一公分 它折下去的樣子 可以看到 底部呢全部都是蜂巢狀 這也是為之下強度 然後裝上去之後呢 沒有我愛扣它 這樣講覺得很強 然後這邊有提把 然後你如果是要堆疊的話呢 兩人可以堆疊 而且可以互相卡住 但是就不能裝木板 但是它可以完全卡住 它這邊有個槽 它可以漆在裡面 就不會動了 所以如果在車上呢 你要裝兩個箱子 這樣堆起來 它就不會前後滑動 然後實際使用呢 可以拿黏貼貼紙 像我這黏貼紙 我的CAM5貼紙 它本身是全黑的 你說好看呢 我覺得 絕對比那個 大紅大綠好看多了 我如果去露營用的時候 我在車上我習慣這樣放 帶兩個 一個呢 裝滿東西 另外一個呢 空著 這樣去營地呢 就可以 依照不同的使用的需求 可以來做變化 歡迎收看營火部落 這是我們這對 露營的收納箱 的介紹跟筆 這是我們這對露營的收納箱的介紹跟筆